这头迂会长那帮人 本来想着 就联合起来 逼个萧大小姐 要他把最赚钱的 香水啊 香茄这些生意 就让回给他们浙江商会 本来迂会长想着 自己这边有整个 这么庞大势力的商会 还要跟那边 屠东城的金陵商会 打幸同通 哪怕你萧大小姐不就范 谁知谁都猜不到 萧家里面 有个这么嚣张的家丁临三 三哥跟你谈判的办法 很简单 你不跟我讲道理 行啊 我比你更加野蛮都行 道理都免得跟你说 一动手就打到 朱会长好爹喊娘 这一下 搞到整层楼 所有的商家佬 看得眼都瓶了 不是吧 这帮人平时做生意 讲的和气生财 虽然那个李当家 见到那个迂会长 被人踩在脚底 即使大声叫嚣 大家一起上 不要被林申 欺负我们 有几个人 也跟着脚上来 对了 你够得这样打人 你这个小家丁 你真是囂張 喊呢 又有七八个人大声地喊 但是 个个看着这个空神恶失 恶死能登的家丁 肯定又没有人敢上前 说真的 平时做生意 把口都个个好像朗过游那样 砍你架就好聂 但是真是叫他们打人斩人 嘿嘿呀 即使个个都缩在一二变 林晚宁打下了个迂会长之后 宁转头 入望了 那边金陵商会那帮人一眼 眼里闪了一丝寒光 他发火 我们肖家是金陵商会的一员 今天在人家的地头 被人吓成这样 但是 我们这个金陵商会 这么多人在这儿 居然没人敢敢说半句话 那我要你这个金陵商会来做什么 肖玉若见到林晚宁突然发火 哎呀 他心真是大惊失色 这个魔君 发起恶上来 真是什么事都做得出的 他立刻拉住林晚宁的衫就说 林三 你 你怎么可以这么妄撞伤人的呢 林晚宁妄妄骚欲弱 大小姐 正所谓 忍无可忍 就无需再忍 人家都踩到你头上了 如果不断软弱下去 他们 就只会得寸进尺的 肖玉若听到这番说话 他也知道 林三真的说得没错 咬咬牙 也都不出声 这个时候 那于会长呢 还被林晚宁踩在地上 哇 动都不动得 哎呀 林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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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快点放开我了 啊 啊 啊 现在你知道在哪儿啊 啊 啊 你现在在杭州城内啊 你居然敢这么放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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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还有没有天理啊 啊 啊 还有什么王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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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晚宁就冷笑了 哈哈哈哈 真是好笑了 哦 现在你知道跟我说王法 说天理啊 刚才你们整班人 对一个弱女子 居然敢苦苦相逼 那又说什么王法 说什么天理啊 这个世界的天理 就只有一个 谁个够好打 谁个拳头够硬 谁个就有天理 我就是打你的乞公 你想怎样啊 那边的屠东城 估都估不到 这个林晚宁居然这么翻顿 哎呀 一点都不按规矩来行事的 他心真的有点害怕 万一他真的打残了于会长 我说怎么办呢 立刻就跳出来说 林三啊 你要知道这里都是浙江地界 你不要放肆啊 林三他自己都明白 刚才这样跳起来打人 自己的确是冲动了些 但是人都有血性 有时就要冲动一下 这个世界上 哪有可能每件事都被你谋定而后动啊 林晚宁想到这里 心想 我说你在哪里 被人欺负到头上 如果你再做缩头乌龟 那不如自己掉颈死算了 林晚宁望望桃东城 终于露出来了 胡理尾 摆到明你是帮外人了 是不是 好啊 你说我不要放肆 我放肆多一下给你看 于是 他放开了 踩着朱会长的脚 慢慢走过来 陶东城身边说 陶会长 你好像应该是我们金陵商会的掌门人来的 这些是浙江地界 我不要放肆 那回到金陵之后呢 难道我又可以放肆了 你看看你啊 你和这个于肥佬合得多好 哦 在浙江地界我不要放肆 任啊于会长 哈 回到金陵地界 是不是我又要给你来哈呢 啊 呃 我个个什么时候哈的萧家 你不要乱说二十四 哎呀 明明是做事做得出面了 还要说自己还没哈过萧家 对这些这样的艺君子 都废话跟你讲道理 好 你卑鄙嘛 你要做事务人嘛 我就卑鄙过你 事务人过你 哈哈哈哈 哦 原来陶会长没有欺我们萧家 那就真的奇了 刚才的于肥佬 对我们萧大小姐 无理苦苦相逼的时候 是谁在旁边帮手的 哈 人家欺负自己商会属下的人 欺负到上面 你居然正是叫人家 退一步海阔天空 麻烦 请问一声 你敢手指咬出 又说咬入呀 是 你说你没欺负我萧家嘛 今天 我偏偏要欺负你 你有没有意见 萧玉若见到林晚榮 这样为自己出头 真是又感动时又担心 他紧紧地站在林三身边 扯着他衣服就说 喂 你千万不要打伤自己呀 林晚榮听到真是开心了 以前呢 他连打架都不让我打 觉得我打架是野蛮 现在正是说 叫我不要打伤自己 又不是叫我不打 哈哈 想不到 大小姐进步得这么快呢 你林晚榮真的开心得过 人家屠东城 见到大小姐 和你的小家丁神静 这么亲密 哎呀 他心真是又到几时 又惊 他一直都摸不清 这个林晚榮是什么来路 明明是个小家丁 但是居然可以令到 那个江苏总督洛敏 这么撑他 咦 他究竟有什么背景呢 明明自己和他小王爷 加上百年教几大势力 眼看着将肖家逼得走投无路 要乖乖走入自己的陷阱 又被他两三下手势搞祸 而且 一时间 好像手无抓鸡之力 又被百年教轻轻意义地 组了入巢院 一会儿又可以离奇地走掉 还好似呢 才露出一身高强的功夫 总之这个家丁仔呢 一会儿似乎是盲拳打死老师傅 各样东西都是撞彩 撞得这么硬的 一会儿似乎真的老谋心算 特意哄自己落搭 越是摸不清这个林晚榮的底势 他对这个人越是心惊 明明这个时候 自己这边人多世众 但是眼睛看着林三一步步的逼近 哎呀 不知为什么 他忽然间整个人都寒了上来 喂 哎呀 林三啊 你你你你 你你不是似世行空啊 啊 难道你真的以为我金灵商会 惊了你啊 你要知道啊 萧家以后呢 还要在金灵立足啊 你你你你 你不要累了萧家 萧家以后在金灵商会立足 那就真的要好好地靠你的金灵商会了 只要但是 不知道你的商会是否靠得住呢 本来我们萧家 就是金灵商会的一员 刚才被人敢欺负 整个商会之中 除了留大者之外 有谁站出来 为我们萧家说个半句话 是 我知道大家个个都有思心 这一点我无话可说 我亦都不求各位些什么 但是 今日这个圣徒的 要借金灵商会这个名 来欺负我们萧家 大家看清楚了 这个就是你们会长啊 刘月娥听你这道 真的忍不住了 拾一声起身说 林三兄弟 我刘月娥撑你 他转转头 望着大家一眼 你们这帮男人死了 人家这样欺负我们萧大小姐 欺负我们金灵的同僚啊 你们个个都做了叔头乌龟 难为你们的老婆 还忍得你们的 换了我 早就一脚撑开了你帮人了 刘月娥一向心直口快 金灵商会那帮人呢 大家都心中有愧 黑居然没有人敢搏口 笑欲若见到刘月娥 这么来支持自己 好感激啊 姐姐 真的多谢你为我说话 这个时候 林晚宏就不管这么多 三步加上两步 已经走到陶东城身边了 喂喂喂 林三 你想怎样啊 陶公子 你不记得上次我跟你说过话呢 你千万不要来搞我 搞我 好危险的 陶东城都阴阴嘴笑 哎呀 这个样子都不知道 多凶狠 零转身就想走 这么容易走得掉吗 现在林三哥是什么人啊 班哥是交傻乃的啊 一拳 向着陶东城直打过去 又是向着面门打过来 这一拳 眼睛就已经打到陶东城身上了 忽然间 有人举他双手一挡 哦 原来旁边是闪了个陶软营 林三 你想欺我哥 别使之意 你别乱打人啊 陶小姐你说清楚点 我林三这个人呢 好斯文的 我只是打狗而已 怎么会打人呢 说话没讲完 突然间左拳举起 啪 打正在陶东城的面上 哎呀 陶东城平时呢 都有练过拳脚 都不是文藥书生来的 但是一来 他就很少有机会打架 当然了 手下有这么多保镖打手 再加上 人家养尊处优 这么大势力 又是会长 又是苦允公子 有哪个人敢打他呢 所以论起打架 怎么比得上林晚宁这些人物呢 李日拳是当堂被人打得头云眼花 半边面都肿起了 还多了一只红猫眼 陶远营看到林晚宁偷袭阿哥 真是又惊又恨 冲上来就想来捉林晚宁了 林晚宁闪身一避 避开陶远营 跟着顺势一脚 啪 踢中陶东城的小福 哎呀 陶东城当堂整个变了滚地狐老 一撞就撞到于会长身边了 阿哥 陶远营惊叫一声 马上就冲过去扶住陶东城 只见他面色惨白 额头的冷汗都飙了出来 显然 这一脚 真是踢得不轻 拳打脚踢之下 林晚宁都算是出了口气 他心里面都不知多舒服 自己这场拳头交 打完浙江就打江苏 两个会长都被打坏了 正所谓天下生意 天下人造 不要说谁来欺负谁 我们萧家一向与人为善 但是 我们绝对不怕你 如果有人以为我们萧家好欺负 那便真的瞎了对眼 哇 哇 这个人 哪里像个商家佬 分明是个山大王 在这个大厅里面 这些商人 就算是怎样赚钱黑心法 或者是怎样要价要得狠法 他们无非都想赚两个钱 商家佬平时 口头上还要讲个和气生财 何时见过这么野蛮 黑口拳头打出来的威风 一时间 真的没人敢看小小家 桃圆仍扶着阿哥 见到阿哥面色苍白 真是又惊又恨 林三 这件事我一定要品报侯大人 好好来治你的罪 桃小姐 有什么本事 即管洗出来 我们都不是第一次打架的了 萧玉若站在林满榮身边 神色非常坚定 阳仍小姐 林三的事都是由我而起 你如果要告官 即管向我来 这阵时 李当家自己不敢动手 不过 他通风报信真的报得快 已经带着一队兵丁 冲冲冲了上来了 指着林满榮说 是他了 就是他了 他居然敢勾打我们会长和陶公子 在座中人 都是证人 那几个兵丁听完 不由分说 想来捉林满榮 萧玉若拉着林满榮的手 林三 金云真的我害了你了 大小姐 打架呢 这件事我最喜欢的了 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你不要怕 他们要拉你见官 他们要你坐牢 我都跟你一起去 哎呀 听到大小姐这么说 林满榮的心真的很感动 他笑一笑 都没回答口 忽然间 就是这个时候 听到门外有人大声说 文化殿大学士 户部尚书 徐卫徐大人都 哇 徐文祥先生来了 一下子 在场所有人都即时沸腾了上来 在这个时代 说是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读到书 考到授彩 做到官 你才会被人看重 做商人呢 虽然是赚到点钱 但是社会地位 都还是很低 和官场的交往 非常有限 想不到 今天这个两省商家佬聚会的场所 居然连文华殿的首席学士 天下第一财学之士 户部尚书 徐大人都亲自离聚 哇 哎 今天真的好有面的 你一下 那个被人打到在地上 轮来轮去的朱会长 还有呢 刚才都还面色苍白的陶东成 都即时急起身 立刻来到门口商营了 林晚宏刚才见到几个士兵 来捉自己的时候 本来的心还有一点紧张 咦 但是现在一听到 徐大人来了 当堂心情一松 哎呀 这位老先生 真是来得够了 对时候 大小姐听到 徐大人来到 她本来都很惊喜 但是 好快就担心着上来 就算徐大人来了 这样又怎样呢 就算他很欣赏林三的才华 这样又怎样呢 人家怎样都是朝廷命官来的嘛 现在一帮人 人家都说林三打人 那他怎么可以偏袒呢 这阵时 只见那位 徐卫徐文祥大人 穿着一身大红官袍 面上 挂着小小微笑 在清瘦的面容之中 隐隐透着一丝的威严 慢慢走进来了 后面跟着的 还有刚才见过面的 杭州府尹 以及浙江大小官员 一共有成几十人 徐会长一见到 马上就恭敬行礼了 参见上书大人 参见各伟大人 陶东城也说 学生陶东城 见过徐大人 各伟大人 谁都知道 徐文祥是什么人 当今皇帝还没登基的时候 你还在做亲王 还在等上位的时候 徐卫就是他的第一谋神 现在皇帝登基 徐卫更是大华朝的首席之朗 皇帝的左膀右臂 掌管着一国前良大计 可以说 是当今大华皇帝 最为信赖的其中一个人 如果得到这个徐大人 看得起 非皇腾达的指日可待 两位会长 各位商界同僚 快点免礼 等众人一起身 徐卫一望 喂 喂 什么 迂会长 陶公子 两个人 整块面都肿得猪头 那样 梁委会长 你们做什么事 搞成这样 徐会长一听 一声跪在地上 徐大人 你要为我作主 为我们江浙两地的商会作主 徐东城 见到迂会长 他知道 自己一跪下去 那便一定要出卖小家 出卖大小姐 但他想着想 一咬牙 也跟着迂会长跪下 请大人 为学生作主 究竟是什么回事 快点请大家起身 说话 你两个人 执掌的江浙两地商会 乃是商家的龙头 怎么真的搞成这样 于肥佬一颗眼泪一颗鼻涕 最大人 我要告小家的家丁林三 他不但侮辱了我们两地商会 还当众吐打了我和陶公子 以及我商会手下很多人 哎呀 真是抹尽我们的面 请大人 为我们作主 林满榮听到心里暗闹 你这个鱼肥佬真的够无耻的 老子明明打了你两个人 你居然一说就说成好像我打了成堆人 我还以为自己的够厚面皮够无耻 谁知原来你真的无耻得过我的 徐卫听到 呜了声 望了眼林满榮 跟着 又轮转头对于会长陶东成说 于会长你的意思 说这个小兄弟他一个人 就打了你和陶公子 还有商会里面很多人 是啊 大人 你要为我们作主啊 啊 不要急不要急 老夫 一定会将事情问得清楚明白 然后并公而断 于会长你的意思是 这个家丁林三 嘔打了于会长陶公子 还有很多人 那就是说 他一个人 群吐了你们各位 那是不是呢 是啊 是啊 在场我们商会 这么多位兄弟 都可以作证 一个人 打了你们这么多人 林三 人家说的 是不是真的 我 是 我 是 我 是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